王勋才首次以教育部长身份出席南洋理工大学的一场技能创前程活动时说 关并疫情加速转型步伐将影响未来经济的工作性质 为了确保员工与时并进,终身学习变得更加重要 部长也赞扬高等学府同业界加强关系 包括在新领域扩展职场培训计划和实习机会 这场活动配合技能创前成月举办 大约有8700名毕业生和中途转业求职者参与